这个男人接娃放学前 争分夺秒来到足玉殿 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 可三小时过后 他却开始懊悔 不该背叛妻子 这时 身旁凹凸有之的女人还在熟睡 他赫然发现后腰上有个二维码 出于好奇 便拿起手机扫了扫 结果出来的信息让人瞠目结舌 原来这个女人是妻子花钱请的 平日丈夫工作繁忙 经常出差 但已有空就会去学校接孩子 妻子看在眼里 却从不埋怨 尽心尽力做好他背后的女人 他一边帮丈夫整理衬衣 一边提醒丈夫暗示吃药 这么贤惠的妻子哪里找 来评论区 王哥告诉你 只见妻子目送完丈夫后 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转而拨打了一通电话 而另一边 丈夫刚从温柔相醒来 捏手捏脚来到洗手间 男人在一间幽暗的宾馆内 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 他显得很不耐烦 打开门 只见女人静止走入房间 准备衣物洗澡毫不生分 等下 换完衣服就出来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事 会怎么处理呢 女人从洗手间出来后 她还是一脸闷逼 你是谁 我是你老婆 男人望着眼前妩媚的女人 仔细看 在精致的面容下 确实和妻子长得十分相似 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女人扑倒在床 男人在外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之后的故事很无聊 相信大家都不想看 我们继续 在一夜欢愉过后 男人连忙来到洗手间 给老婆打电话道歉 对不起老婆 我不是有意要跟她上床的 没想到电话那一端 妻子还劝她不用内疚 并告诉丈夫 女人是她的复制人 好好享用吧 拜拜 男人一脸愁容 有些不知所措 但很快 她就欣然接受了这份礼物 接下来的时间里 复制人全程陪着男人 去野外兜风放松心情 去五星级餐厅吃毛蛋 这个女人主动热情 完全是按着她的喜好设定 自己哭爱吃海鲜 而妻子却对海鲜过敏 所以结婚数年 为了迎合妻子的口味 男人便很少再碰海鲜 可复制人却不一样 满足了她对娇妻的所有幻想 男人看着眼前的复制人 忽然想念起善解人意的妻子 在五星级的露天酒店里 两人感受着浴缸的温度 女人的存在 让她出差的日子 变得丰富多彩 女人每次出现 都是精心打扮 永远笑脸相迎 换评论区那谁 都无法抵抗骂 她会带着男人 在落地窗前跳舞 又会在日落时分 亲吻她的脸颊 对于男人来说 这个女人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充满了未知和快乐 与家中的妻子相比 俨然这位美女占据上风 浑身上下都充满着魅力 而妻子却永远一成不变 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女人明天就到妻该离开了 两人紧紧相拥十分不舍 夜晚 两人喝得酩酊大醉 男人绅士地将她背回房间 刚服下妻子准备的醒酒药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回收这个复制人的信息 然而她却在两个女人之间 做起了选择 电话里提示 如果对复制人非常满意 可进行续定 公司也会帮她收回原体 让复制人代替妻子 永远陪伴在自己身边 这几天虽然如梦一般美好 但梦总会有苏醒的一天 于是男人艰难地按下了取消续定 她坚持选择了相濡以沫的老婆 放弃完美的复制人 但离别总是伤感的 为了避免分别的痛苦 她早早地收拾行李离开了 然而就在登机前 男人亲眼看着复制人 被几个标形大汉粗暴地带走 而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惧与慌张 在回家的路上 男人一遍遍重温手机里的视频 那个只为自己盛开的复制人 是如此美艳动人 但到了家门口 男人懂事地删掉了视频 然而等她回到家 却不见妻子的身影 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看见妻子留下的纸条 她听话地服下了药物 心中还不免有些感动 这时 桌上的明信片 有些奇怪 是自己从夏威夷寄给妻子的 可她从未去过夏威夷 突然她感到头晕目眩 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很快她便晕倒在地 就在这时 几个黑衣人进屋 将男人拖到了车里 恍惚之际 她看到窗外有一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 正陪伴在妻子身边 两人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原来妻子也使用了复制人 只是最终她的选择是 与复制人永远生活在一起 这是单元剧的其中一集 故事有些匪夷所思 但却戳破了人性中 最不堪的一面 如果感兴趣 就来催跟我